MING PAO TORONTO 我是胡教练 上节课我们讲了 寻桥的上半段的套路 今天我在课程当中 会给大家讲 寻桥的下半段套路 和慢动作分解 好 现在请在示范 在课程中 刚刚向大家示范了一套 就是泳春寻桥的后半段的示范 但是在现在我要分解动作之前 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在后半段的寻桥当中 涉及到了泳春的另外一个步伐 就是进马的步伐 就是当你转马之后 上一段我们学了转马 转马之后 当你面向那里的时候 面向你的前方的时候 有一个进马 就是以你的后脚为动力 推前脚搓出去 左脚并上 你的脚也是一个平行的状态 也是脚面成为平行的状态 因为我们必须进马的时候 把自己的空间全部关住 不让对手有机可乘 如果你把脚这样开的话 这里就是一个空档 可以给对手有进攻的机会 所以我们关起来 像一扇门一样关起来 然后走平行步 上步 这个步子呢 有点像跳恰恰舞的感觉 但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说恰恰舞 我们是把重心放在前脚 因为看起来人挺拔 高贵 有那个感觉 但是呢 我们永春 不能把重心放在前脚 永远是放在后脚 走的时候 放在后脚 其实步子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重心放在后面 现在请看班动作讲解 我们是从接上段 是从双攀手 然后回来 通拳 回来 发手 扶手 标志 收回 从这来开始 左勾拳 转马 然后正登 在登的过程当中呢 同时你双手成为一个双攀手 落地的时候成为 护手跟绑手 然后 变成双攀手 一步 两步 好 勾拳 变成扶手 转马变成扶手 标志 稍微 与手 右边也是一样 右勾拳 转马 一 二 三 勾拳 扶手 转马扶手 标志 回来 在这里的 我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从这儿 我们到这儿 这儿的时候 这个勾拳 其实是转 你整个拳是转下来勾拳,而不是直接这样的勾拳 一个转的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的是传统泳村当中的寻桥动作 但是在我们新的泳村寻桥动作当中呢 有修改了其中的一个动作 有一个侧踹的动作,就是说我们到这儿 到这儿,到这儿的时候,当你勾拳之后 传统泳村是直接转马 但是呢,现在我们改了一个动作就是 有一个抓的动作 勾拳一抓,过一个侧踹 然后接下来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就我就是把泳村的两个版本都让大家知道 但是取决于练哪一个版本都是对的 没有错误,只是提醒大家 新的泳村当中有一个侧踹的动作 接下来 到了这里,勾拳,标指,然后转马,做正灯 落地的时候,双手的低绑手 然后变成双摊手 上麻,低绑手 双摊手 上麻,低绑手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错误 就是上半步 右脚跟上 然后变成高绑手 并脚,高绑手 成轴 双推掌 收拳 撤 右脚 把重心放在后腿上 然后做一个180度的转马 转向另外一边 同样的动作 正灯 低绑手 双摊手 双低绑手 双摊手 上麻 双低绑手 错步 上 并脚 高绑手 成轴 双推掌 收拳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一个小转马 就是说不用在侧步 转马了 在这并脚的前提下 我们转马 这样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再看一次 转马 左脚在前 右脚在后 提膝 开胯 侧灯 落地 从这开始 提膝 提膝 开胯 侧灯 落地的时候 左手成为 跟手 右手成为护手 一落 成为这样 然后转马 换右手成为 跟手 左手成为护手 一 三次 所以就是 一 二 三 然后转向你的正面 右手抱拳 左手在同样的位置上 握拳 出拳 右边也是一样 收拳 跟手 跟手 转向正面 握拳 出拳 左边再来一次 跟手 正拳 出拳 然后就是咏春的 日子充拳 一 二 三 收拳 在这 提醒一下 我们在小念头当中 我们是 左手收拳 在 是 左手收拳 在 寻桥当中 我们是 右手收拳 不 中 最后 做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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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假练习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是永春爱好者有任何的 想交流的话 请发你的电子邮件 到我们以下的邮箱 我们会尽快的回复你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